團結香港基金認為 政府未有制定完善的 棕地作業者搬遷政策 這些工客是否適合 現有的棕地作業者呢 你知道現在的棕地作業者 有時會放一些重型機械 這些可否搬上 這些多層工客 其實是未知的 這些多層工客 究竟它的營運模式是如何呢 政府營運 私人營運 租金水平是如何呢 這些其實暫時暫時未有考慮 在新發展區以外 規劃處檢視了450公頃的棕地 找出12幅的棕地群 建議可以建3萬個工營房單位 而這些零散的棕地 面對很多發展限制 就是在南地北 現在棕地面積大概兩公頃 包括旁邊的土地 總共有七公頃 現在政府預計 可以建2,000個工營房 第一就是 其實它是非常接近元朗公路 你的樓就不能太貼近 這個公路 所以其實某部份的面積 其實是無法發展的 其實它整個棕地群中間 是有一個墓地來的 當然你要發展的時候 也是要避過墓地 所以剩下發展的第一個面積已經減少了 棕地作業 無論是露天倉儲 或者支援我們的物流 是我們經濟年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所以為何我們需要一個多管齊的策略 而不是將所有棕地都取締 所以政府不是這樣看 也絕對不會這樣做 發展棕地是土地供應一個重要選項 是社會上其中一個共識 不過除了棕地之外 其他選項如何排休息 分歧仍然存在 簡單來說就是你一個人 是不是已經很餓了 你有什麼理由還選擇 我究竟吃豬扒還是吃雞翼呢 有豬扒就吃豬扒 有雞翼就吃豬翼 那個所謂發展次序的不同 其實應該根據 究竟你做的時候 實際上包括研究 包括你實際上運行的時候 那個難度或者是那個時間 不應該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說了哪些應該先做 哪些應該做 我們沒有一個這麼奢侈的空間 去到這樣去選擇